这则警告来自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CEO 加利夏皮罗 如果再对中国产品征收更多关税 会让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美国CNBC网站刚刚说 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CEO 加利夏皮罗 在上海发出上述警告 并且他使用了一个新词特朗普衰退 CNBC报道截图 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是一个标准和贸易组织 代表著美国2200多家消费技术公司 CNBC说 正在上海参加会议的该组织CEO 加利夏皮罗 在接收其采访时表示 如果华盛顿真的如其所威胁的那样 继续对中国产品加征更多关税 美国经济将很可能被推入特朗普衰退 在采访中 夏皮罗将关税形容为经济礼板 强调关税绝对不是可以帮助华盛顿 解决与北京贸易争端的好的方式 加利夏皮罗 他们是税啊 他们会伤害消费者 他们会伤害美国企业 夏皮罗说 一些人对特朗普的强硬关税政策给出积极评价 但那些并不就职于白宫的经济学家们 对这种积极评价可不买账 CNBC说 虽然特朗普总强调关税有利于美国 但一些经济学家在反复强调 与中国的贸易战陷入僵局 对中国产品持续征收关税 最终都可能让美国自食其果 陷入经济衰退 CNBC说 美国台长姆努钦 上周日在接受其采访时说 美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的亮点 他并未看到任何经济转向的迹象 但美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 麦伦布里连特说 特朗普执意关税武器化 一定伤害美国经济 同时给美国及其贸易伙伴 制造不确定性